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责接待的徐秋菊忙得搅打后脑勺 今天有事干 有事去做了 不像以前就是说没有什么理想 头几年徐秋菊首家带地看孩子 卖单的时间一大把 家里钱还够用 也不是多余付 自打村里依托少数民族特色 一步步打造了民族特色村寨 此路湖畔 稻田 战道 垂调 民宿 书屋 展览 华道 乐园 参观 培训 乡村油内容跟用人需求同步多起来 待不住的徐秋菊走出家门 先是在袜场打工后到村委会任职 忙起来一身兼多职 既是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又是餐厅服务员 游乐场管理员 培训接待员 过得更好不说 忙外的生活也更精彩 自己也买房子的 也可以出去的 每年还可以出去旅游 作为村委会议员 村子的发展和变化 需求局没少参与和见证 最服气的是村党总职书记韩丽 作为外来媳妇 成为全村领路人的十多年来 韩丽就没闲下来过 她性子急 脱贫致富就怕等 她有办法 从发展养殖到扩大种植 从培育大米品牌到办起榨油厂 瓦厂 现在又做乡村游 搞培训基地 风风火火 带忙了大部分村民 这中间也有不理解和受委屈 因为跟邻居分地等问题 肖家红就跟韩丽闹过 急熟起韩丽 委屈放到肚子里 这时总能闻起来 摆市时讲道理 解决了纠纷 敲开了新门 现在的肖家红热心村里公益 跟韩丽好着呢 以前我们老百姓嘛 都有点像不理解韩书的 经过韩书的一些打批 对我们老百姓有很大的帮助 慢慢感化了我们 人穷不怕 就怕没志气 现在在我们的村民都有志气了 越有钱 越知道干活 越有钱 越知道挣钱 王成俊过去割家种地 现在袜城打工 给我们一算账 收入至少翻四番 现在在袜城打工的话 一年我能挣四万多块钱 要是以前住地的话 也就能挣一万多块钱 以前也买不起车呀 从哪个上了袜城 我也买了小轿车了 有志气 有办法就有状态 我们看到的直观状态就是忙 忙带来了什么 多业并举 村集体年增收三千多万元 2020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三点五六万元 同比上年多了近四千元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村干部从早到晚一直在忙 村企业也在忙着生产 村民们有的忙着在村企业打工 有的忙着在合作社上班 忙碌好像成了朝阳村的一种新常态 忙病快乐着 忙病满足着 这些忙碌的背后体现的是奋斗 童心奔小康 幸福在前方 相信按照这样的步伐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朝阳村一定会走得更快 更好 更顺畅 看红色电影 听红色音乐 传承红色基因 根据红色血脉 日前 长春市朝阳区委区政府 围绕从电影里读党时 这一主题在长影音乐厅 举办了多场红色经典电影大型视听音乐党课 这次活动依托长影浓厚的电影文化 精选红色影片 组织长影乐团 国家著名指挥家 著名演奏家 著名演员 从歌唱家进行同台演出 让广大群众从电影里重温党史 在音乐中聆听党课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音乐党课中 学党史 勿思想 办实事 开心局 是长春市朝阳区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种有效创新 我们邀请辖区内的党员和群众 五百余人 免费欣赏红色革命歌曲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想采取这种特殊的方式 将党史教育活动送到每一个党员的身边 此次活动共分为定格胶片上的光荣岁月 聚焦光影中的奋斗足迹 剪辑荧幕上的幸福时光 特写唱之山歌给党听四个乐章 包括电影《铁道游击队》 主题音乐 《我爱你中国》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主题音乐 《唱之山歌给党听》等音乐作品 丰富多彩的内容 吸引了很多党员和群众前来观看 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居民 非常喜欢那种党员 因为我觉得非常新颖 而且我觉得穿插了老电影 老的故事对我们来说 对年轻的一代是心里的震颤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 来参与到咱们这种新型的党课中 也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 能够学到更多的党史 然后为我们的新生活 然后更加的努力 今年长春市朝阳区 还将陆续开展500工程 即送100部红色电影到社区 送100首革命歌曲到社区 送100个党史故事到社区 送100幅书画作品到社区 送100幅摄影作品到社区 免费请市民听音乐会看电影 让红色基因滋润更多百姓 吉林有荣光 奋斗不停歇 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评选结果5月3号揭晓 来自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的流量榜上有名 五一假期 获得荣誉的流量 带领消防员们坚守在岗位上 为人民群众提供平安保障 五一浪费期间 按照咱们的战备要求 强调部署一下 五一期间的具体工作安排 第一个我们要保证 足够的执行力量 完成灭火剧囊准备工作 第二个要开展一次 是企业装备全面的检查和测试 刚刚获得全国青年 至高荣誉的流量 没有骄傲 没有放松 没有休息 而是一如既往的 一丝不苟的开展着 节日检查和科目训练 五一假期 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 不过是又一个 严阵以待的战备时间 参加消防工作19年来 流量把青春和汗水 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职业 汶川抗震救灾 松花江抗洪抢险 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他和队友们的身影 5300多次极难险中的任务 和死神无数次擦肩而过 流量始终无怨无悔地 坚守在消防救援一线 终于直守勤奋敬业 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而是在想怎么去把这个战斗打赢 怎么去把围困在现场的群众救出来 这个是我们消防员就是接到命令以后 面对这场战斗的这种态度 在前不久举行的历舰2021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实战演练上 流量带领的特勤大队出色完成了高空救援 树井救援 模拟悬崖救援等演练科目 锻炼了队伍在应对大型地震灾害事故时的应急快速反应 检验了地震救援专业队的救援能力 王队 一会儿我上前面去 然后那个他们坐的时候有啥安全隐患 你就给他叫停 我这个哥们叫王宏伟 我俩在一起当兵19年吧认识 看到这根绳 我就想起了08年 512的汶川地震救援 当时他也是拿这根绳保护我 然后我下到100多米的悬崖的下边去救援 余阵来了 顶上就是往下掉土掉石头 我这哥们就搞电台告诉我 他说刘亮你放心 就鱼阵来了 石头把我砸中了 我也不会松手 那时候听了以后呢 心里被他多感动了 啥叫生死弟兄啊 这就是我的生死弟兄啊 在队友眼中 刘亮是个狠人 对工作是尽心尽力的狠 对自己是近乎严苛的狠 也正因此到了30多岁的年纪 他还获得了全国消防救援队 火焰蓝大比武的全国第二名 让很多年轻人心服口服 他在工作中 意思不苟 那个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既是我们的好领导 也是我们的好大哥 在刘亮眼中 个人的荣光代表着集体 个人的努力更要传递给更多同伴 在他的带领下 特勤大队培养出46名全国比武竞赛兼兵 18人荣立一等功二等功 所带对战 荣获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 这里呢 都是荣立过二等功以上 和荣立两次三等功以上的人物 阴谋代表 我细使了一下 中共有33位 是吧 希望你们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今后能够成为这个荣誉墙上面的一员 青年时代能够从事这么一个神圣的职业 能够通过和战友之间的这种配合这种努力 能够在人民群众和老百姓 在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能把这种生的希望和这种脱困的希望 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为全面提升村级阵地建设水平 农安县提出 农村党建整项推进整片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以四个村部创建为载体 着力打造穿点呈现 以线待面的农村党建示范带 今年三年行动已圆满收官 一条条红色党建示范带 有效助力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脚步 三年来农安县通过实施花园村部 书香村部 温馨村部 智慧村部 四个村部创建活动 实现了小工程大政治 各乡镇党委按照县委的部署 把抓好村部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全县上下凝聚起强烈共识 县委组织部发挥县级财政 四两拨千斤作用 近四年财政和县管党费 列支800万元 撬动乡村两级 投入约1.5亿元 目前党建示范村 已达到200余个 形成了引领乡村振兴的 红色党建示范带 乡村振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着力点 就是实现组织振兴 那么组织振兴 首先要增强村班子的凝聚力 那么我们这几年的实践过程中来看 有一个好村部 那么也就有一座 坚实的一种战斗堡垒 眼前这座灰派建筑 就是农安县开安镇万莱村 正在建设中的村部 以前村部建的比较偏远 里面设施也比较简陋 平时很少有村民来 如今村部打造的既有特点 又方便村民办事 村民们都非常满意 村部会议室刚刚布置好 一场春耕动员会 就马上在这里召开了 咱现在根据地上的情况 可不可以动 可不可以到什么 现在最近马上就可以过走 因为过雨已经过了好几天 因为去年晚了几天是咋的 差的就是地里头 老百姓讲话就叫 到孙寒就在 往我们挪在这儿了 能进一步解决干净关系 老百姓参政 疫症的时间长了 接触村部的时间也多了 随着村部办公条件的改变 各乡镇增加了村部的辐射功能 开展预约式下沉式服务 有的村部创办了图书馆 有的增加了电商服务事项 村部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为凝聚群众提供了便利条件 突出了小村部大民生的发展思路 农安县河龙镇陈家村 把村部建在了公路旁 不仅方便群众出入 还建设了各种配套设施和人工景观 成为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在打造小镇地大舞台的过程中 农安县还提出村部广场 一体化的思路 全县377个行政村 超过300个村部 是近四年时间新建的村部 超千米的文化广场 达到了460多个 面积达22万平方米 统一配备了健身器材 等文化娱乐设施 农安县开安镇西沟村村部前的广场 每天吸引了大量的群众 来这里休闲娱乐 非常热闹 到晚上都得上百人 百十多人到这儿娱乐 牛羊的 打球的 还有跳广场舞的 农安县四个村部建设 带来的不仅仅是面上的变化 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 拉近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关系的 有效方式 农安县围绕组织部门 资源配置 要素保障 红色引领三个作用 在原有的高位基础上 着眼夯基固本 聚力大势要势 推动了全县基层挡件工作 实现新的提升 那么我们下一步要重点抓好 这个村部建设的 这个使用和管理 更主要的发挥村挡组织 在乡村振兴中 这个组织力和凝聚力的 这个功能作用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